科比观战胡人目的曝光,客串摄影师助女儿追星,这是来招女婿吗? 今天胡人在自己的主场战胜的独行下,虽然这只是常规赛中很普通的一场比赛,但是因为今天是詹姆斯的生日夜,加上科比再一次来到了斯台普斯,这个他熟悉的主场,这一切都注定成为了一场不同寻常的比赛。 在比赛的开场后,科比就现身在比赛的现场,身穿一件橘红色的卫衣,卫衣上的标志的自己扣篮动作的剪影,和科比一起到来的还有自己的二女儿吉安娜,更是和库兹马、浓眉、珍妮、李奇保罗、佩总等人谈笑风声。 当科比出现在现场大屏幕上时,欢呼声响彻整个球馆,接下来发生了有趣的一幕,科比主动要求自己的二女儿吉安娜和东七奇合影,自己则站在一旁拿着手机, 特串了一把摄影师,他还挥挥手指挥两人的站姿,看起来非常的有模有样。 吉安娜今年14岁,酷爱篮球,东七奇今年20岁,难道科比观战胡人墓地,是来招女婿吗?